千万不要侮辱清洁工 小心被垃圾森林 那天我从学校出来经过公园 发现地面整洁了很多 远远看到一个清洁女工正在扫地 晚上问老爸这件事 得知她是公园新招来的清洁女工 听说这个女工十分可怜 她丈夫早年去世 只有一个儿子和她相依为命 可后来儿子又遭到校园事件离开了 得知女工的身世我感到很累 之后我每次路过公园 看到女工都会向她打招呼 女工也会招手回应 这是一个妇婆见到女工没有打扫就被她骂 还骂得很难听 只能做低山下似的工作 还骂女工长得就一副客服 向柴绘刻走了丈夫和儿子 明日下女工被妇婆喷了个不知所措 但女工没说一句话 索性最后妇婆被她的丈夫拉走了 我这才能过去 不要放在心上 顺便递给她一张手镜擦汗 可她却直勾勾盯着那个妇婆 几天后妇婆失踪了 她丈夫在到处张贴全然起事 我开始感到一丝不安 妇婆失踪后不行 附近又有个大爷也失踪了 这个大爷是附近出了名的坏人 不仅乱丢垃圾 还喜欢调戏妇女 虽然大爷失踪了附近的邻居都很解气 但我却越发不安 因为大爷在失踪的前一天 我看到了大爷在调戏女工 可这也不能说明两人的失踪跟女工有关 直到那天晚上我上街打算买宵夜 意外看到女工脱了一个麻袋走入小巷 麻袋里不断传出哭声 很像小孩 没多久我跟踪女工来到一栋 非常不可思议的废弃楼 从那以后这里就被封闭 我装足打量继续跟踪女工 发现她进了最后一栋房 我站在窗口看到她解开麻袋 果然里面装着一个小孩 小孩哭泣着向女工求扰 对不起阿姨 我以后再也不殴打小动物了 求你原谅我吧 没等熊孩子说完 女工突然大喊 垃圾 社会垃圾必须要分类 谈完女工抽出一台电锯 熊孩子吓坏 女工举起电锯 我连网五猪猫 耳边传来熊孩子激烈的草角 还有电锯声 等我睁开眼 小玩具已经被打包成了好几袋 拼命往回跑 一不小心摔进了一间地下室 我起身发现这里白满的垃圾 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一个垃圾桶 结果看到了惊讶的遗物 里面有一个模型 正是失踪的模型 我再次吓尿 声音马上把女工引了进来 她拿着一把刀一步步靠近我 吓得往后跑 结果嘴绊到垃圾桶盖 磕到头影倒了 女工猛的举起刀砍向我 我当场下来 老妈 醒来是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脑子忽然一阵刺痛头绑着绷带 我想起自己晕倒前 女工举起了刀 我不是应该被女工扎了吗 为什么躺在这 昨晚我跟你爸看你迟迟没回来 就在外面找了很久 最后老爸看到你一个人睡在公园里头 还绑着绷带 就给你抱了回来 第二天我报了警 然而警察的调查结果让我大跌眼镜 废弃楼里什么痕迹也没有 废弃楼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女工还有失踪的人 本以为此事告一段 没想到晚上放学时 我竟然看到了女工在打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市场上